因为这些冲击的10日报价都开课就受到的影响 不过危机就是专业平均年龄70岁中部的建设厄室 虽然算上的课程需要花一些时间 改革中架输用3C阻地的问题 但是有没有这些学员因为第一次接受到所谓的厄室 达家孙有更多共同的委员 停课不停学的一个情况之下 有的我们这些成员这些阿妈就跟我讲说 我告诉你我都是我们孙子把我教的 我就问他说你孙子是几岁 他说就退一年了 我就觉得非常的很开心很开心 示范中心一直以来就在传承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就是说代歼学习 祖孙共学 没想到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停课不停学 小朋友他们在学校 老师就有教他们怎么样来上线学习 现在反而变成是小朋友来教阿嬷阿公 都来上这样子的线上学习 欢乐中部因为停课的时间太短 生活没中心又有欢乐 老师都会要求学员中 连续的新歌传递的群组 向上分享还是 就连续也让阿嬷阿嬷来参加 我刚学的时候我觉得有点难 但接下来来的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很简单了 我希望疫情过后可以跟这些奶奶一起跳舞 中部的家人移动在家里学习上厨 给上队外交流 现在学习与我们每天在参加报名案传作业 和事实的活动也越来越好 让他学习们来算马达菜红包的哦 然后 tienenξ揉吗 宝贝